恭喜第一代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謝祖武 我在婚姻結事2 飾演若晨 我是夏柔芝 我在婚姻結事2裡面 飾演的是張曉雪 我是何如瑜 我在婚姻結事2 演的是趙丹丹 我是瑪莉歐 我在婚姻結事2 我在婚姻結事2裡面 演的是趙丹丹 我是瑪莉歐 我在婚姻結事2 演的是趙丹丹 那總要送禮物吧 不能夠白白打 那我們送什麼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婚姻結事的幕後妹心 走過路過 千萬不要錯過 小山送你千名海報 千名海報 這麼好啊 是海報啊 不是海報 對 第一題請問 收看婚姻結事3個理由 畫面唯美 男女主角又帥又美 看了以後 第二天出去 可以跟大家有話題可以聊天 漂亮 OK可以 好第二題 請問小五哥 用一句話形容你的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對誰都好 不分男女 他對誰都好 國外 第二題請問 本季上你印象深刻的台詞是什麼 印象深刻的台詞就是 我已經忘記了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我都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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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很吃力好不好 有回答就是回答 來問一下馬哥 請問這個角色跟你最像 或是最不像之處在哪 最像的地方就是痴情 最不像的地方 也是痴情 也是痴情 身心絕對 絕不流行 請問 新嫁戶的成員當中 有沒有誰跟你的第一印象 比較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是Darren 他看起來呢 氣質冰冰 然後看起來很高冷 可是私底下他其實 很報銷 而且他超級有禮貌 各位觀眾買報 來請問小五根 請說出其他成員 不為人知的秘密 或者是習慣 怎麼樣 張天玲 他那麼結實 其實他很少吃便當 而且他在片場都會偷吃 喝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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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麼魁梧 但是他吃的很少 哇 那便當都是很多白飯 再浪費 好 那我們問一下五根 請說出你認為好飯裡的三個條件 體貼 善良 然後 你只愛我一個人 都很簡單啊 那我們要來問一下馬格仁 你覺得在第二季裡面 最難的一場戲是什麼 最難的一場戲啊 其實就是跟如雲姐 他跟我 我不能 最後的 最後的糾葛 其實那應該算是Ending的前 對不能這個 你們會沒有想到 這樣的結局 是 就是 那場是真的是蠻 長官都說好啊 那順次的來問一下如雲姐 那在第二季當中 你有沒有最喜歡哪一場戲 最喜歡哪一場戲 也是剛剛瑪莉歐講的那一場戲 我覺得那一場戲就是 因為它是第十集的結尾 所以他前面的情緒已經累積得很足 所以到那一場戲我覺得 呃 很動容 看了沒有感動的人 你就不是人啦 就這樣 問一下小五根 是 哪一場戲是NG最選的 沒有 G 真的沒有 那現場有沒有人是因為台語啊 是NG王呢 應該就是我吧 因為我還有一場戲 我記得我那時候 氣到就是我還 跪在地上 然後後來隔天 小五哥就看到我的手 一直重複學 我就 那好像一直坐在地上 因為我不知道 我就只是一個紙卡住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音會卡住 然後就一直從小 從小從小 我就真的氣到就是 整個都跪在地上 好 最後一題 來問到瑪哥 是 如果可以選的話 你記得很喜歡 挑戰哪一個角色 我當然有 早就想到了 我想要挑戰酒吧老闆 第一個 他的詞 不多 第二個他 比較好演 我覺得你應該想挑戰 招德的那個角色吧 他有 唯美狂戲 好 那就改 你看 他會對 改那個 最期待哪一個角色的結局 然後不爆雷的小小透露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結局 都很精采耶 其實後面 第十集真的不能講 真的每一個人的結局 都很精采 所以一定 對 你一定要看到最後 我這樣補充一下好不好 第十集就好像是 國慶日看煙火 砰砰砰砰砰砰砰 一次全部 通通丟給各位 站放出來 其實我們最後有一場戲 我也不能講 我們全部的人都 雞皮疙瘩都站起來了 嗯 就是很 哇 居然是這樣 酸甜苦辣都在這戲裡 就是 我剛剛最期待的是 田中千惠跟夏無知 那細節我也不能講太多 但是我也要稍微小小補充一下 這個結局 就真的 是結束了嗎 婚姻結束二 現在劇情進入最高潮 想知道六八年華大家 請歸何處嗎 請記得鎖定每週日晚上八點 公視台語台第十次頻道 拜拜 拜拜 還要靠老師 教我們吧 神經 你現在知道這件事 你會怎麼做 你剛才有說 把對方的油店也下來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麼多店 不用啦 你的油店一張就閃不開 我 你應該告訴我 我的心全靈 美鳳啊 只能演這個角色 如果我們來看 看是什麼角色 單單 鎖兩個點的老闆 你敢是離婚卓秘書 如果是自己要離開 那叫做 找到自己的路 那如果是別人要離開 那叫做 在外面有人 就心中 我們給他們 我一回好了 我會做 在外面 一起去 我會做 synd 你 對 我會做